詞曲 李宗盛 去哪儿 我送你 你是深圳艺校的学生吗 我不认识你啊 我认识你 上个星期五 你是不是拍广告去了 那香皂是我的产品 来吧 上来吧 不用了 我还是等公交车好了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 谢谢啊 我还是等车好了 别等了 上车 不要动了 这边 你会不知道 你怎么会怎么办 你怎么办 死啊 我 再那你心就我 也要是你心里面 你干嘛 你掉下来 我失败呀 你没什么 那你舞跳得还行 不是说那天都是舞蹈班的吗 舞蹈班有一个女孩子病了 我过去帮忙找你外快忙 还挺有经济头脑的 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湖南人 湖南哪 那怎么到深圳来了呢 跟我父母一起来的 父母 父母干什么的 建筑工程师 原来这也挺好的 这工作挺吃香的 你看这深圳 满大街到处在盖楼呢 他们已经不在了 去年的一起车户去世了 对不起啊 那你在深圳 还是别的兄弟姐妹 我没有别的兄弟姐妹 那经济来源 我姨每个月会给我寄一些钱 加上我自己在外面打工赚点外快 我现在就是要去一个健身房 给他们带舞蹈课 一个星期两节课一次来买块钱 蔚蓝呢 你以后想要干什么吗 想有什么用啊 我的理想 是经电视台做一个主持人 但是我们只有中桩文凭 即使回老家 也能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更好跟在深圳 那你开慢点 前面又转到了 嗯 谢谢啊 强仔 帮我去了解一个人 请进 您好 我是委员 我来找 听说了 听说了 欢迎欢迎啊 台长跟我说过了 欢迎你啊 快请坐 坐坐 我不坐了 我站着吧 快请坐 快请坐 委员 说说看 你想去什么部门啊 这还可以挑的 当然 不过别的人是没有资格的 张台已经打了招呼了 问你想去哪个部门 我不清楚 咱们都有什么部门啊 这里是我们电视台 除了行政和技术部门以外 所有的栏目和部门了 小内 开始 好 停 很好啊 大家再来一遍 你呀 一会儿走过来的时候 要走点味道 女人味 怎么样 好 大爷 好 好 后来的 别跟木头一样啊 表情 再整齐一点 好 辛苦辛苦 再来一遍啊 准备 开始 好 很好啊 再来一遍 老板 新产品的广告已经拍完了 还有 魏儿已经在电视台的 《请你原谅我》节目 当上了主持人 这一个人的梦想 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啊 是啊 我也觉得挺快的 我实现了我的梦想 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呢 可好多人的梦想 一辈子都没有实现 那就是命 那是他们的命不好 看来这个 有钱还真能让鬼推磨啊 老板 要让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那我们花那么多钱 值吗 钱只是个数字 我看见魏媛 就像看见我老婆以前的样子 和我的样子 主任 你找我 坐吧 什么事 我正录节目呢 录节目不在这点时间 你先坐 陆月儿 听很多人讲 你最近在栏目组里 很不好合作啊 谁说了 是惠东吧 不光是惠东 上期的节目 他把我拍得那么难看 一定是他来你这告状的 还有邵飞孙金他们也这么说 说你到栏目组的时间不长 脾气长了不少 小人还真多 魏媛 我劝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 你现在还不是大牌 听说你和于敏 要争什么娱乐大典的栏目主持人 我们栏目的收视率 现在也在提高 娱乐大典是我们台的王牌节目 我当然想争取 你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你不就是个一校毕业的学生吗 我们电视台凭什么指名要你啊 你以为我们真是看上你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再有钱 主任 我是凭我的本事吃饭 我背后能有什么老板啊 你还让我把话说白吗 在你身上发生的童话故事还少啊 你还以为你自己真是白水公主了 你背后的那个老板 要是不给你掏钱了 我看你在电视台怎么混 主任 你能把话说清楚吗 你还叫我怎么说清楚啊 你就拍了两个广告 觉得自己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 张台都不用说话 我就可以把你开了 老板 给我们公司拍广告的女孩 魏元来找你 她来干什么 她拿的是电视台的记者证 说是有重要的事 让她进来吧 稍等 可是让她变得个替半 这根啦 你很有능 不是 皇上 能不如耶 让你做什么 你这是现在的 你还有原来 涂拼得 干什么 我上邀nicas 想吃了 在零 warehouse душ 攻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